白狼通知主谋紧要攻坚 再呛父典狱长 白狼张安乐透过媒体镜头 对高雄监狱挟持案主谋郑利德喊话 两人因为有交情 郑利德指定要白狼带酒进监狱 但白狼竟在通话过程中 透露警方可能攻坚 更因为被拘于门外 大动肝火 你们这里同志的生命 你们不关心吗 你们还是人吗 看冷血啊 等一下会出事 郑利德也跟我通了电话了 利德 他说希望我带一瓶高粱酒 八瓶啤酒进去 那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呢 准备攻坚 没有攻坚的问题 没有攻坚的问题 你要准备攻坚是吗 我帮你准备酒啦 你们干掉他我就告诉你告诉你 好不好我帮你准备酒啦 苏人中的命运负责吗 你准备酒我帮你准备酒啦 因为也要反途他的情绪啦 过了酒以后可能 他要求都是白狼不是你 他怕你的酒 你对电狱长的生命在你手上 我一定是效忠国家的 你效忠电狱长吗 我效忠国家 你现在保证给大家 我用生命保护我们国家 保护我们长官 张安乐事后表示 他心情沉重感到遗憾 不明白法务部为何挡他 动新闻高雄报道 他心情沉重感到遗憾